1月13日星期一 《九哥晚报》 中美贸易协议签署之前 相证和港股先行炒赏 首先说其他新闻 有分析员认为虽然 美国和伊朗事件似乎暂时过一个段落 长期仍然有很多风险 包括伊朗仍然有很大的机会报复 虽然现在内部也有很多问题 因为射低了那架乌克兰的客机 有很多示威暴乱 分析员认为中美贸易的问题 会在稍后签署第一阶段之后初步解决 接着的市场风险仍然会在伊朗问题那里 看看之后的发展会如何 特朗普之前警告伊拉克 如果需要美国撤兵 伊拉克可能会被冻结在纽约联储银行的户口 好像上两个星期就说 要伊拉克先帮他们埋单 就是建了机场的各样东西 现在如果不是就连银行都冻结了 真是能人所不能 今天主题就是说 今天上证升到去年5月的最高位 受到中美快将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 乐观情绪所支持 稍后给大家看一些图表和数字 最后一宗新闻就是说 虽然美国也正在安排1月15日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仪式 其实是在说星期三 刚刚听到外电报道 就说中国副外长刘鹤已经上了机 应该去华盛顿参加这个签署仪式 但两国仍然未完全有具体签署什么来容 据报正在做翻译的工作还未完成 特朗普和刘鹤的签署仪式 会暂定在白宫的东厅举行 中国政府高级官员 还有美国来自受到贸易战的冲击 各国州份的国会议员都预计会出席 中方尚未证实过协议的细节 特别是在一些采购农产品的问题上 数字上 而大家也看到最近中国政府对农业 采取了一些行动 令到一路还在2020年 中国会采购400亿美国农产品的目标 似乎是难以实现的 我想我们再过两天就会知道 到底市场是否已经预计了没有400亿呢? 如果说有呢 到时会不会到时 签署之后会不会也有一些 无论是利益或者各种东西 也会有些影响 再说一下数字吧 最主要说今天说上证升 其实就是美元对人民币 今天开在50周平均线 这是美元对人民币的周线图 橙色的线是50周 50周就是一些牛红分界线的股票 这些都是长线的分界线 跌穿了之后 我们可以预计人民币会有新的一轮强势开始 经常有很多人说人民币会死 7元、7.8、7.5元 现在不知为什么又去到6.9元 快点找那些人自缘其算 上次跌穿的时候 可以让大家看看是19年的初 大概是一年前 那时候大家可以看看上证指数 当时其实也有很大幅上升 现在到底会不会... 其实上证已经是50周以上了 会不会再有一个升幅呢? 我们还是稍后看看 大家记得19年的时候 这段是炒了A股入MSCI指数 这次因为准备贸易协议的签储而上升 可能这是一个短期的趋势开始 今天上证收市还挺高的 这个高位其实也在说到去年5月 就是劳动节之前的高位 因为劳动节去年5月1日应该是美国 特朗普宣布征收关税 现在终于上升了那些水平 前两个星期就提过 我们继续用50月的长期支持3033左右 继续做上升浪的平台 或者可以看上证可以用3200 都是保顶的目标 虽然这些都是上证或者人民币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 技术分析这样的走势 当然我们也要了解 A股不会主导环球股市 可以升到哪里都要看一月美股指数的表现 我们这两个星期都在说美股还在冲上去 看看什么时候大家玩不玩 到时一下跌的时候可能会有影响 继续说到期指 今天受到上证的强势拉上 今天直接下不回287以下 今天基本上是直冲日线保顶 29000的水平最高去到29039 大肆成交今天有1100亿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数字 虽然现在日线图到了保顶 短线应该仍然有上升空间 就是说一到早上9点半上证开始到3点之间 就是说它继续上升的时候 期指都应该可以继续拉上 看月线图 之前我们说的这个阻力位 大概在28500左右 其实这个阻力位已经超过了 这个又是2018年1月的下跌趋势 一直到这里超过了 还有我们看月线图的MACD也有买 我相信很容易都会看月线图的保顶3万 还有上次在2019年4月的时候 高位又是加关税之前 这些突然之间打沉了 我想很容易过了29000的时候 看看如何再上升到这些水平 A股上升的时候 因为你突然之间看得到 就是说人仔上个星期都未至于这样走强势 看不到它这样的时候 现在突然之间 美电其实经常都是在7个8楼下 都是最近的 你可以预计当会不会是美国基金经理那边 我也有朋友在那边说 最近大家都好像一直在移动过去那边 价值得好一些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看美元指数 会不会向下 也会有些影响 一旦有机会向下的时候 新兴市场的相对支持会在 接着再看标期 我们再看日线图 简单一些 又是日线保顶3285 10天平均线3250波动 又是向上 今天似乎... 现在在下跌一点 看看美股开始的时候 会不会有些人有机会 有机会又买相 明天晚上会出CPI在9点半钟的时候 还有我刚才说的 美元指数 今天又去到我们看50周 因为我们也在看50周大概在97.27 如果我们想看美元向下 它再这样可以说 kiss goodbye下去 我会估计如果真的美股弱 美金应该会跟下 因为美股强的时候 美元是倾向于上 现在这样下跌了 不排除它稍后都希望可以向下 其实在说资金也有机会开始做换换 我听美国那边说 新兴市场觉得有价值 已经说了很久 说了几个月了 这些可能已经在先头部队开始 在转美金转过的时候 所以会发现人民币又会强了 连美电这些也强了 如果可能有资金进来买 这个到了确定真的上升的时候 就会有更大的资金测量 可以看到 一下跌的时候新兴市场上升 这就变成一个市场的共识 变成是重看 最后简单说一说贵金数不逐一说 我想我最近也在说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 环球股票似乎还没在一月下跌的时候 这些贵金数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压力 我们继续看着20周平均线 今天来说黄金期货这个星期会在1,501左右 白银期货是1,753 GDX比较弱一些 已经去到27.7 这些水平如果没跌过 应该是低买的水平 稍后如果美股有问题的时候 这些贵金数也会做得好 通常在下跌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想买这个是很正常的 不过就是慢慢看看有没有低位的时候 大家可以收集一些好过准备不时之需 我仍然觉得买贵金数比就这样沽空股票 暂时来说回报可能稍后在第一季度 会比较好一些 继续跟进吧 有什么问题大家简短发问 我尽量作答 记得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多谢大家时间,拜拜!